蚵仔 蚵仔煎 蚵仔煎到口頭位 蚵仔小犬麵線 大家好 我是全天先生邱彥霞 大家好 我是黃燈廷 綠燈型黃燈輝 那你穿這套是怎麼樣 我廟室的啊 在廟室只要嗆我的名字 就沒有人會擰你 你知道我哪裡嗎 我車頭的啦 所有的公車看到我都不會停 好啦 今天要做什麼認真一點 我們是不是去過很多地方 然後吃過很多不同的美食 比較過後想一想我覺得還是 我們台灣的小吃最對味 我真的覺得台灣的小吃 是從世界最厲害的 尤其是夜市美食 排隊簡直是比米其林認證還要更加 具有這個公信力 米其林要去那邊認證 它要先排隊才能吃得到 今天我們要帶來的就是我們最本土的 最道地的夜市小吃 就做一個 蚵仔煎 我有一個比蚵仔煎還要老的 還要資深的 還要復古的 古早味蚵仔小捲麵線 做菜吧 做菜 蚵仔煎 會選這一道蚵仔煎呢 因為呢 臉書上面有一個全聯烤霧色團 現在鑽裡面很紅 酥皮蚵仔煎粉 那有賊喔 你說好要用自己的idea 自己想辦法 結果你去偷看臉書裡面 好物色團裡面紅的 一般只要遇到 煎跟炸我都不行 因為我這一個人特不煎炸 你知道很善良 然後很誠懇 你這麼說 我認同 對 因為我不會煎炸 對 結果它其實還滿有難度的 加油 蒜末放進去 蒜末 為了拌一下 蚵仔放進去 先把火關小一點點 所以250克 酥炸蚵仔煎粉 100克把它放進去 麻辣的 最重要的就是這一場 Q彈的那個皮 現在旁邊有一點點那個 焦黃的感覺 一些白菜 魚瓜葉 下一顆蛋 嗯 有的人喜歡吃蛋 可以下兩顆對不對 你這算是 要翻喔 好 來喔 翻粉吧 蚵仔煎 嘿 走 嘿 通通了 男子漢的蚵仔煎 蚵仔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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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就可以買得到的海山醬 這樣就完成了今天我們這一道 男子漢蚵仔煎 換你了 古早味蚵仔小卷麵線 是不是這樣嗎 我也是在我們的這個網路裡面 大家推薦 對 年好物推薦 是不是看到你就會忍不住 想要去買來用 這裡面其實麵線有了 勾芡的這個太白粉 然後調味包 調味包 所以這個其實真的 非常適合我這一個你知道嗎 這個 新手廚師爸爸 小卷 好 放進去 放下去 一下就會變成 非常好吃的烤小卷 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水就可以給它滾下去了 先下面線 調味包也給它下下去了 之後呢其實火就不用太大 可以寬小一點 讓它稍微熟成一下 好 這個過程中裡面有一包太白粉 來 下下去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程序 Perfect 勾芡 決定你等一下這個麵線的濃稠度 攪拌一下 麵線的感覺又出來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這個倒出來 等一下我的小卷 在這個等待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蝸蝸 蝸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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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蝸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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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蝸 蝸蝸 蝸 蝸蝸 哇 還擺放 這樣就漂亮吧 小卷他們有的 都會有同一個方向有沒有 最後呢 蔥段豬早餵 小卷便捷完成了 我們準備試吃囉 我們來試吃的 你吃到這樣 這麼大聲 你怎麼動作是吃拉麵的對不對 真的 黑濤黑濤糖 非常有焦香味 我不得不額熱 是不是跟夜市一模一樣 真的耶 的夜市好吃 我不得不額熱一下 毫無色軟推薦者 趕快啦 古早味 鵝啊 小卷麵線 這個味道真是有夠讚的啦 它的麵線條條分明耶 帶一點微辣的感覺 我跟你講 上面那個小卷有沒有 你看泡一半的 這個特別有感覺 它一半吸的那個感覺 一半沒有 有 有 有沒有 讚啦 讚真的讚 但我跟你講 登回來 不只是很開心 而且每一道菜 都讓我覺得 非常的驚豔 你是驚豔而已 我是整個是讚嘆 所以 我 因為 因為我不知道我自己 所以你現在要發下好語 是不是 透過你們的節目 真的讓我覺得就是 其實沒有那麼難的 只要選對一個好的工具 都沒那麼難 全部都可以買得到 對不對 買回去以後 就可以成為一個爸爸回家 做晚飯的一個 好爸爸 我真的可以回家 做菜給我的小孩跟老婆吃 就這麼起步 好 拜拜 拜拜